今天出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新闻 据美联社报道 当地时间11月29日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表示 在承认拜登赢得美国大选的问题上 他会再等待一段时间 他还表示 我有我的信息来源 那里真的存在大量的无弊行为 他说他 虽然媒体没有相关报道 但我有自己不能公开的信息来源 他们说 他们确实有很多欺诈行为 而到目前为止 特朗普依旧没有承认失败 依旧还在不停地打官司 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 唯一一个国家领导人 对美国大选舞弊 发表公开声明的 这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有干涉美国内政的嫌疑 美国经常在世界上干这事 但是目前还没有哪个国家 敢如此光明正大的干涉美国内政 这就有点像中国古代 雍正皇位之争 在民间有个广泛的传言 康姓皇帝原本想要穿皇位 给十四字用题 可是这传位诏书被雍正找到 将诏书上的识改成于 自此 传位十四阿葛 变成了传位于四阿葛 这个四阿葛就是后来的雍正 大家想想 现在诏书上写的是四阿葛 但是十四阿葛不服 认为四阿葛篡改了遗诏 这个时候旁边的一个小国 突然站出来说道 对 就是四阿葛篡改了遗诏 你说雍正当选后 会不会首先收拾这个国家 你要知道那个时候 大清帝国已就是亚洲的霸主 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霸主 那么美国大选 是不是有大规模的作弊 关于美国大选舞弊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新闻 不过由于美国主流媒体的封锁 再加上中国主流媒体 碍于政治正确 并没有对此进行报道 所以很多信息 我们普通人看不到 比如在11月27日 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宣布 有争议的2020年大选州 州选举结果 决议如下 一 居然在2020年11月3日的选举中 与邮寄投票 预划部和拉票有关的 重大违规行为和不当行为 二 大货的授权 根据美国宪法 规范选举的侵权不赞争 三 不赞争和不同意 英联邦的2020年11月3日 关于选举总统选举人的结果 过早认证的秘书 四 宣布在这个联邦总统选举人 和其他州的选举结果比赛的 选择存在争议 五 敦促英联邦秘书和总督 撤回或撤销总统选举人的证明数 并推迟在2020年大选上投票 通过的其他全州选举中 对结果进行证明 六 敦促美国国会宣布 总统选举人的选择 在这个联合体是存在争议 这个信息可不是什么小道消息 而是宾夕法尼亚州议会官网发布的信息 这个决议当然是建立在 很多证据的基础上的 否则怎么会发出这么一个决议 虽然特朗普的很多投诉都被驳回了 但是也有成功的 在这个决议出来以后 特朗普立刻发表一个推特 1126,940张选票是凭空产生的 我在宾夕法尼亚州赢了很多票 也许比任何已知的情况都要多 宾夕法尼亚州的选票被操纵了 所有其他摇摆州的状态也是如此 全世界都在看着呢 总之这个瓜很大 后面有没有变数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目前在特朗普的支持者州 仍有高达70%的人认为 特朗普能赢得最终大选 如果你了解上面内容 你或许就能明白巴西总统 为什么说 那里真的存在大量的舞弊行为 这句话了 当然了 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整个美国还在吵得不可开交 我们自然也没有办法搞清问题了 今天我们重点不是吃瓜 而是要说说巴西 重点要给大家解答两个问题 第一 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认为 美国大选当时已定的时候 巴西总统为什么感冒天下之大不为 公开质疑美国大选存在大量舞弊 公开支持特朗普 他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第二 如果拜登上台了 会不会收拾巴西 巴西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 其实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 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特朗普的理念非常像 有一种英雄惺惺相惜的感情 在他看到特朗普受到不公平对待的时候 忍不住的要站出来为特朗普说话 现在的特朗普已经不仅仅代表特朗普这个人 而是代表了一种主义叫做特朗普主义 所谓的特朗普主义就是指 以美国优先为宗旨 以仅仅民族主义和外交单边主义为特征的执政主义 所谓的美国优先就是指 拍照我要站最中间 演讲我要第一个发言 吃饭我要做正位 给我第一个动筷子 分东西我得先拿 比如2017年的时候 特朗普在布鲁塞尔举办的北约峰会上 就一手把前面的黑山共和国总理 马尔科维奇退到一边 自己站到了最前面 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 就是指保护本国产业 加大对外出口 我想发展的产业 你不准卖到我的国家 我的优势产业 你必须要购买我的 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和世界打贸易战 对其他国家加征巨额关税 同时要求其他国家加大从美国进口商品的力度 要求中国加大购买美国大豆石油等 要求欧盟花比俄罗斯高15%的价格 买美国的天然气等 所谓的外交单边主义 就是指居足轻重的特定大国 不考虑大多数国家和民众的愿望 单独或带头退出 或挑战以制定或协商好了的 维护国际性地区性 集体性和平发展进步的规则和制度 对于特朗普来说 只要对自己没用没力 还要花钱的国际组织 一概推出 比如特朗普推出了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移民协议 伊核问题全面协议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 万国邮政联盟和中岛条约等 这有点像什么呢 有点像 以前我比较有钱 我为了增加自己的影响力 参加了什么诗词协会 舞蹈协会 唱歌协会 足球协会 篮球协会等等 而且我是提供大资金的 现在我们没有那么多钱了 或者那些协会不偏袒我 我就不想要那些虚名了 全部退出 也不给他们交钱了 特朗普的这种美国优先 经济民族主义和外交单边主义思想 在很多国家都非常的流行 非常容易得到老百姓的支持 所以他就形成了一种主义 叫做特朗普主义 看看特朗普下面的这段话 如果你是美国老百姓 你会不会喜欢他 特朗普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 背后有着其必然的原因 近几十年来 世界经济深度融合以后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受益者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的利益 是受到严重损害的 比如中国德国等国家 就在全球化的过程中 获得巨大的利益 而美国巴西 菲律宾等国 则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受到比较大的伤害 对于那些经济利益受到伤害的国家 普遍都有特朗普主义的思想 比如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 就被认为是菲律宾特朗普 巴西总统伯索纳罗 被认为是热带特朗普 这些人的思想都和特朗普一样 但是他们的国家 没有美国那样的实力 他们想做特朗普所做的那些事 但是又没有那个胆子和能力 现在突然出现了一个特朗普 他做了他们一直想做的事情 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现在自己的知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 你说他们会不会为他保护平 所以巴西总统感冒天下之大不为 说美国大选存在大量舞弊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 他看到自己的偶像受到不公平的对待 心里憋得实在难受 就出来替特朗普说话了 那么这是不是唯一的原因呢 当然不是 你要知道那些人都是政治家 首先要考虑的不是个人感情和利益 而是国家利益 第二特朗普连任有利于巴西的国家利益 以前我们就和大家说过 如果特朗普能够获得连任 那么对好几个国家都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俄罗斯朝鲜巴西等国希望特朗普连任 在特朗普的眼中中国是最大的威胁 俄罗斯已经衰弱了不那么重要了 但是拜登则不一样 拜登依旧把俄罗斯当成是头号敌人 特朗普上台后和金正恩庆行了三次会晤 新加坡峰会越南峰会和板门店会晤 特朗普是真的想和朝鲜达成一个大协议的 但是在美国建制派的干扰下 最终没有获得任何成果 在越南峰会的关键时刻 美国国内的建制派策划了特朗普的私人力尸反水 科恩在国会问询中宣誓 可以证实特朗普知道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 逼得特朗普不得不匆匆结束和金正恩的会晤 急忙回国灭火 那么和巴西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都知道巴西是南美洲的大国 这些年来巴西的经济却非常不好 巴西拥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 但是却不能有效利用 世界上有一个被誉为地球之废和蓝色心脏的雨林 它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 这个雨林在巴西境内占60% 巴西一直想开发这个雨林 用于农业生产 但是迫于国际压力 又不敢加大开发力度 特朗普上台后 带头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 给巴西带来了一个契机 2019年亚马逊森林火灾 火灾把森林烧掉以后 就会留下肥沃的土地 非常适合发展农业 2019年亚马逊森林发生火灾后 世界各国要求巴西加大保护地球之废的力度 给巴西政府施加巨大的压力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英国和美国在内的G7集团 利用在法国举行的峰会 呼吁博索纳罗加大保护亚马逊的力度 这让巴西总统非常的反感 他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 没有哪个国家层巴西这样可以保护这么多的野生领土 而在2020年9月30日的美国总统大选第一轮辩论中 拜登也对巴西发动了猛烈的攻击 拜登在气候议题中呼吁 应拨款200亿美元给巴西 要求停止破坏亚马逊森林 便检告巴西未来可能会因此承受经济后果 该言论引发了巴西总统博索纳罗的强烈不满 并在社交媒体推特上 用葡萄牙语和英语发表声明 寓意拨斥 他说 一些国家对亚马逊抱有贪婪之心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不过正在参加总统大选的人 所明确表示的贪婪 是明显蔑视两个主权国家 诚挚和富有成果的共存关系 巴西环境部长萨尔斯 也顺应着总统博索纳罗的态度 嘲笑了该提案 在推特上讽刺道 就一个问题 拜登的200亿美元援助是每年吗 我们站在巴西的角度来说 凭什么不让我发展经济 为你们保护环境 这些年 巴西为了发展经济 大力发展农业 砍伐了很多森林 受到了世界各国广泛的批评 但是特朗普带头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后 美国政府并没有过多的批评巴西政府 特朗普自己都在准备大力发展 污染比较严重的中低端制造 和开发大量石油和天然气 自然无法批评巴西了 所以巴西是不希望拜登上台的 如果特朗普能获得连任 那么巴西就可以继续砍伐森林 继续加大发展自己的农业 美国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 都带头不保护环境 你想批评我就先去批评美国吧 除此以外 特朗普和世界打贸易战 尤其是和中国开展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 这让巴西获得了大量的利益 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 中国自然也要对美国的商品加征巨额关税了 其中最重要之一的就是大豆 在贸易战之前 美国是中国大豆进口第一大国 贸易战以后 中国从巴西进口了大量的大豆 进一步促进了巴西的农业生产 如果特朗普能够获得连任的话 不仅仅对巴西的政治上非常有利 而且对巴西经济发展也很有好处 我们可以预料的是 如果拜登上台了 肯定要对巴西进行各种施压 甚至可能对巴西实施严重的经济制裁 简单的说 现在的巴西已经完全的走向了拜登的推理面了 所以巴西总统波索纳罗只有支持特朗普这一条路可以走 希望特朗普能翻盘 正是因为以上原因 巴西总统才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公开质疑美国大选的结果 当然了 这件事对我们中国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因为在巴西得罪美国后 那么就只能更加坚定的依靠中国了 巴西的铁矿石油和农产品对我们也很重要 巴西的铁矿石油和农产品对我们也很重要